那这个心法怎么练啊 这引字心法嘛 说难不难 说简单 也不简单 你先给我坐到那块大石头上去 得了 引字心法的奥义在于 修行者要张开全身蹊跷毛孔 引天地之灵气入体 随晶圆脉络一同转动 你闭目铭响 排除杂念 将注意力集中在西处之上 万物如时辰大海 尽皆星空 无亦然 慢慢地你会进入一片黑暗之中 细心去感受 在这片漆黑之中的点点微光 并试着将这些光慢慢地聚拢在一起 大老爷 这是 这小子果然是飞动寻常啊 寻常人的晶圆是白色 小萱你已经是非常有自治了 晶圆也只不过是呈蓝色 这小子居然是金色的 为师百年之内 已经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晶圆了 会不会 是他体内妖力和蚩珠结合所致 有这种可能 如而这小子能够将体内的晶圆激发出来 哪怕是一心半点 也不容小觑啊 是他体内的晶圆 再也不及格内的晶圆 别走 我再试一次 大老爷 你觉得他行吗 我觉得他行吧 大老爷我累了 要休眠一会儿呢 还说教我 这不休息那么多 练什么真气 练得我屁都快放不出来了 去哪儿 你怎么过来的 心法修炼需要沉心静气 才能后继勃发 就你这性子 怎么细成 别在这儿说风凉话 说着容易 做着难 就我在这儿练 你们在那儿休息 而且就一天 怎么练啊 心法修炼跟时间长短 根本没有关系 我看就是大老爷看错你了 看错你了 我练不练得成跟你有关系吗 只要赤猪在你体内一天 就跟我脱不了关系 明天你若是赢了 一枚助你取猪 你若是输了 无论我用什么方法 我都要拿到吃猪 小爷一定赢 明天你看着吧 等我赢了把猪子取出来 离我远一点 引自心法的要诀 在于神随气转 心念合一 心念合一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